狀況還好好的 他叫我名字了 又回他 我現在那時候全身已經不能動 回憶起車禍當下 女友前一秒還呼喚他名字 下一秒卻天人有閣 你原本是要閃一隻貓是嗎 對 是因為草叢裡面 有那種動物跑出來 這樣子 少年一頭斜瀏海五官清秀 女友水王王大眼 還有水嫩皮膚 兩人都還就讀高中 從國小就認識 姐弟戀已經交往四年 沒想到一場意外 夢想再也無法實現 他想要從事美髮這類 往美髮這類方向走 然後這是他的目標 無照上路間接害死女友 少年原來是甜心教主 王心凌的鄰居 得叫他一聲咕咕 死亡車禍消息傳回家裡 親戚也都不敢置信 看窗戶人找他阿姨 人家關係跟小孩那些都很密切 很密切 右邊兩戶是少年家 旁邊就是王心凌以前住過的老家 少年家人從事殯葬業 和王心凌家關係非常密切 過年過節 王心凌也常回來探望家人 他們蠻要好的 他如果有回關係 就是一定會到這裡來 過年過節之類的 人都很客氣 截稿前 王心凌沒有回應 但侄子意外闖禍 讓女友命上黃泉 兩小無猜的笑容 只剩下照片 可以回憶 記者和孟前畫照片 李玉涵新竹報導